川普陣營才剛宣布 副首是范斯 競選廣告立刻出爐 以激昂的配樂 阻打范斯挺川普 救美國的正義形象 與他2016年以藍領作家 反川普的形象 判若兩人 他也在他的討論上很暗的地方 我是一個特朗普的男人 我永遠喜歡他 三十九歲的范斯家境貧窮 高中畢業就從軍四年 參加過伊拉克戰爭 退役後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 成功翻身 畢業後回約於舊金山創投界 2016年以自身經歷 寫成的回憶錄絕望指指歌 不只成為紐實暢銷書 還被Netflix翻拍成電影 只是曾說川普是道德災難的他 現在成為川普副首 他在訪問時坦誠是自己錯了 對川普態度大轉彎的原因 還有一部分是兩人的外交立場 很有共識也都強烈反中 至於曾經批判過川普的范斯 怎麼會得到川普青睞 最大的原因還是范斯 曾在矽谷風險投資領域建立的廣大人脈 另外范斯野成與PayPal前執行長泰爾共識交情良好 吸引這些大金主勢必能為共和黨在剩下三個多月的選戰中注入搶心針 TV新聞綜合報導 在密爾瓦基的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台灣民進黨國民黨及民眾黨組了訪問團 駐美代表處舉辦歡迎酒會 地點就在川普下榻旅館旁 除了八位現任共和黨參眾議員出席 還有前國務卿龐佩奧 龐佩奧人氣旺 訪團成員都想和他拍照 國民黨拍完換民進黨拍然後 出席議員展現對台灣的支持 剛通過的2024共和黨黨綱完全沒有提到台灣 眾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巴爾在接受訪問時表示 台灣不需要為此感到擔憂 共和黨有人也跟我們表明很清楚說不要懷疑共和黨對台灣的支持是非常堅定的 巴爾表示眾院希望在年底前能通過的法案包括限制美國資金對中國軍民兩用企業投資的制裁法案 對於這點兩黨參眾兩院有共識 渴望納入今年的國防授權法 川普遭暗殺後兩天事發當下最新畫面曝光 畫面上可以看到兩名特勤人員全副武裝在屋頂上確認槍手是否已經被擊斃 由於庫克斯是當地槍支俱樂部的會員 父親才會不宜有他將步槍拿給了兒子 但其實庫克斯在犯案前幾週就已經透過網路商店還有當地槍支店鋪購買了上百發的子彈 著手介入調查的FBI對圍企封鎖線的庫克斯加利展開了地毯式搜查 主要就是因為庫克斯沒有心理問題也沒有犯罪記錄 只能透過手機與電腦釐清才二十歲的他究竟為什麼要暗殺川普 就連左鄰右舍也得接受警方盤問 有鄰居就抱怨他們大概都被來回問過上百次 尽管還找不出開箱動機 但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特勤局的危安出問題 美國特勤局局長願意承擔所有責任 並會確保類似情形不再發生 但面對要他下台已是負責的聲浪 齊特爾表示沒有辭職的打算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評論川普副手犯思就是川普分身 美國總統拜登用詞謹慎 因為川普遇刺之後 有民主黨幕僚發文說 要槍手下次瞄準一點 火速遭到開除 民主黨怕被說煽動暴力 不敢再罵川普 拜登一語道盡說什麼都不對的尷尬處境 不過現在誰還在乎拜登退不退宣 美國媒體Politico報導 川普槍擊後 民主黨內推動換敗幾乎擱置 就算拜登罕見全國演說 爭話語權也難挽回頹勢 民主黨內人士更直言 川普已經贏了 CN則是報導 檯面下還是有換敗聲浪 但知道白宮保不住 至少要能拿下參眾兩院多數 至於誰能帶民主黨突圍 呼聲最高的還是副總統賀錦麗 分析指出民主黨不能再打川普危機牌 只能回歸政策打經濟牌 歷頂川普的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 在X推文大讚選范斯當副手是選得好 歐爾街日報還報導 馬斯克承諾每個月捐4500萬美元替川普助選 川敗聲勢此消彼掌 民主黨陷入危機 QV前送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